往下讲之前呢 先带着大家练一道 练一道这个消费税的题目 怎么样 讲了多少页啊 首先呢 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课程安排 可能我都还不知道 咱们这个呢 其实我是在最开始 最开始这个第一节课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 我们讲课的顺序 第三章消费税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到第六章 承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承建税 它跟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关系 非常密切 包括我们的第七章 包括第八章里面的资源税 第七章里面的关税 第八章里面的资源税 它们都是属于流转税 它们跟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把这些税种 放在一起讲 明白了吗 那么老师这个第四章呢 大家知道第四章是什么吗 企业所得税 同学们 你们刚攀登完这一座 珠穆朗玛峰 紧接着 难道你们就想攀登第二座 仅仅比它低一点的山峰吗 你们绝对不想的 我跟你说啊 你要 刚学完增值税 消费税 你马上来学企业所得税 接着就是个人所得税 我跟你说 你们所有人都崩溃了 真的啊 相信我 那么咱们这个时候 咱们学什么呢 咱们学跟这个增值税 消费税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流转税和附加税费 学完之后呢 咱们学第九章第十章 然后咱们把小水种都学完 到最后咱们再把这两座大山流到最后去 所以咱们采用的这个登山方式啊 同学们是这样的 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讲课的一个顺序 来 同学们 给你们一些已知条件 拿一张草稿纸 给我练一道题 首先 假企业 委托仪企业 加工一批涂料 那么我告诉大家 已知涂料的消费税税率是4% 那么我发过去的原材料成本是80万元 以收取加工费 10万元 已知 以企业 无同类涂料的售价 好 假以 均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这个时候同学们 你该怎么算了 想一想 假委托仪 加工一批涂料 这是委托加工 对不对 好 好 看看大家怎么样 能够算出什么来 组价 劣势啊 你别光这个 给我说这个 这个 别光给我说这个结论 加工费不含税 不含增值税 加工费 10万元 来 列一下式子吧 好 以 代收 代缴 消费税 的计算公式 我们要用委托加工的组价进行计算 因为 受托方式 以 以没有同类产品的售价 所以我们用组价计算 来看看同学们啊 这个除的 除对了没有啊 我来看看谁除错了啊 目前还没有看到错的啊 可能是我眼睛太好 80加上10 除以1减4% 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啊 这是我们的委加 然后再乘上4% 刚才同学们都说了 等于3.75万元 这是以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好 接下来 2 假收回后 直接售出 80% 我这是给你一个比例 卖了80% 取得了不含增值税的啊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85万元 来 同学们 请问 假 要不要 交 请问假要不要交 我看了哈 这个几位同学 一个叫战武胜 一个叫什么 这几位同学问的哈 待会咱们回来再说啊 回来再给你们算账啊 好 这个时候啊 同学们 你们得自己算一下了啊 这个时候这个中哥这个计算器就派上用场了啊 来 这个计算器可真够古老的 代收代缴消费税 我们的计税价格是多少呀 同学们 3.75除以0.04 等于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其实是93.75万元 这个93.75 其实是我们 百分之百 这部分 他代收代缴消费税的计税价格 对不对 人家这儿卖了百分之八十取得了销售额百八十五万 我们拿那个93.75乘一个0.8 乘一个百分之八十 等于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跟这个销售额一比 你发现他这是在干嘛 加价卖 对不对 高于我们这个的百分之八十 那记住了哈 有没有同学 你拿这个93.75跟这个比了 那你就错了 为什么 人家只卖了百分之八十啊 你只能比那个百分之八十的 对不对 同学们 这是个基本的匹配的原则 基本数学的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比我们这边交的这个价格要高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加价卖怎么办 加价卖 您这个销售额 要正常算消费税 同时咱们允许扣除 对不对 允许扣除的消费税 怎么样 你看这个同学就掉坑了哈 我给你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的比例 你就掉坑了 对不对 好 3.75乘以百分之八十 然后或者哈 你你你不这么算也可以 或者你减去说93.75乘以百分之八十 再乘以百分之四 这是一样的啊 减哪个都行 这俩数是一样的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等于结论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你们再给我刷一刷哈 再刷一刷 我就安安静静的等待着你们看评论区里哈 看看你们怎么样 好 都说对 扣不了 都在说扣不了 好 发现了没有 同学们 一个人说扣不了 你们这一群人都跟着说扣不了 你们有没有一点自己独立的思想啊 有没有一点灵魂啊 这些同学们 你给我好好想一想 咱们学了那么多东西 这资维导图在你们总结做了一遍又一遍 能不能扣 你告诉我能不能扣 这儿我们是怎么样 这儿我们是委托加工收回 收回后咱们这是直接卖了 如果是直接卖加价出售 我当时特意给你们强调怎么样 加价出售 咱们不看那个范围 所有的都可以扣 15大类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扣 我们刚才讲那个8大类 8加1那个范围是什么 收回后怎么着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才受那个8加1 8大类范围的限制 所以同学们 我这一道题 你想想多少同学掉坑了 掉坑里的同学 给我评论区里打一个3 好不好 来我看看你们这些同学们 我发现给你们举这道题 举的还不错 把你们全都给送到坑里去了 对不对 首先第一 第一个坑 说是这个有同学说 问这个材料成本 为什么不用做价税分离换算 同学们为啥不能做呢 因为人家给你就是成本 成本就是已经寄到那个成本 寄到那个存货成本 那个在产品成本里边的 它必定是一个不含税的 所以给你的是材料成本 或者叫成本价 这必定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这是第一件事 那还有什么呢 同学们 还有一部分同学 是您这个80比例换算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这算出来这个是93.75 我们这也比 忘了这个80的比例 您要同比的跟同比的去比 还有一些同学们 错在哪了 说委托加工收回 不能扣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里面同学们 从头到尾 全都是坑 真的 所以你们会发现 千万别把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 想的太强 想的太高 同学们 咱们上课听懂了 我通过这道题 我想告诉你一个 什么结论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个上课听懂了 就是咱们这个进度条 进度条是100% 这100%不是代表您得100分 这100%是表达了 您有可能能够60分通过 诸块考试 但是你们现在上课听懂了 大约也就是30%到40% 我可能说40%都多说了 所以你们现在同学们 你们现在在这 那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啊 同学们 你们要赶紧给我回去做作业 对不对 要复习 要总结 要强化 你说委托加工 咱们收回来 直接出售 所有的都准语扣 为什么你忘了 跟咱们刚才刚学的那个质点 你混淆了 对不对 有些很像的质点 你就很容易混淆 明白了吗 所以同学们 建的坑就往里边跳 这个有坑就B跳 这个如果您没坑 您还得自个儿挖个坑 往里跳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特点 所以呢 咱们听懂了 然后呢 一定要回去自己复习 要总结 要做题 听明白了吗 啊 好了 咱们练这么一道题啊 你们就对自己啊 有一个认识 基本的认识 你就有了 好了 来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第六章 承建税和烟业税 首先啊 这个承建税 我这个名啊 我告诉大家 它的简称叫做什么 咱们以后上课 我只要写这三个字 你就知道了 咱们在说城市维护建设税 因为这个字太多了 而且这个呢 就是咱们可以做的一个官方的简称 是一个承建税 所以呢 那承建税你们都知道是城市维护建设税 所以咱们呢 以后就不费那么多话了 烟业税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税种 咱们基本上五分钟就能说完 所以今天咱们更多的事来讲 承建税 来 考几分 非重点章节 那你看啊 基本上就是一道题 两道题 三道题的事 两道题左右 那么这一章呢 主要以什么题型考你 客观题 但是同学们 有可能 在综合题中 作为综合题的一小问出现 那好了 我告诉大家 它有可能在什么综合题当中出现呢 可能性比较大的 是在增值税的综合题当中出现 然后 算完了增值税 让你算一个承建税 第二个可能性 有可能在 起税的 综合题里出现 起税的综合题里怎么出现呢 说这个纳税人啊 少寄了一笔什么产品销售收入 当然了 增值税 它也少寄了 或者有可能啊 少寄了一个消费税 让它得 算你该 补交多少 成建税 企业所得税的题目呢 大概率是那种 就是这个纳税人啊 做算税 或者是做账 做错了 然后过来让你 问你算正确的 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 它如果 补交了增值税和消费税 它一定也得补交成建税 那你说这个成建税 跟起税之间 又是怎么衔接上的呢 这个成建税 可以在起税里面 作为一个允许扣除的税金 在税前进行扣除 所以你算起税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正确的 或者叫补交的 这些允许扣除的税金 都在起税里面给减掉 所以这又跟起税衔接上了 那当然了 有没有可能 说在消费税的计算题里出现呢 也有可能 因为你这个企业 只要交了消费税 或者是交了增值税 它必须得交成建税 好了 那基本上 成建税呢 怎么考你 我基本上给你讲到这 那么这些情况啊 同学们 我觉得在消费税计算题里出现不难 那么我在觉得在企业所的税里 如果说给你一个明确的题目的 已知条件 让你算该补交多少成建税 你记住 在起税这能扣除 也可以 我觉得难度也没那么高 但是呢 最难最难最难的 其实它会是在增值税里出现 出现成建税 是最难的 为什么最难 算成建税 一点都不难 特别简单 但是关键就问题就在于 您那个 应纳的增值税 那个总数 你算不对 所以呢 这里面如果说在增值税的综合体力出现 它往往会是在 最后疑问出现 它只可能在最后疑问出现 为什么 您要把所有的增值税 林林总总 全给它加一块 应纳税额 咱们算出来了 知道需要向税务局缴多少增值税 才能算出来成建税 所以这最后疑问 如果让你算成建税 让你算附加税费 那就是难度 比登天还难 所以这一问呢 你们啊 这个增值税 应纳税额 估计八成 你们就算不准 那所以这成建税呢 你基本上 你也可以做一个战略性的放弃 所以这呢 咱们就有一说一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成建税 刚才说了 成建税啊 跟哪两个税有关系 一个增值税 一个消费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咱们讲完了增值税和消费税 马上就来讲它 强化你们的印象 这两个税呢 咱们在讲成建税的时候 给它起一个名 叫做两税 在成建税里边 一旦说两税 你就知道了 是增和消 好了 两税 那么接下来 成建税有几个特点 第一 专款专用 什么用途啊 你听那名 你就知道了 城市维护建设 就这个用途 那你想一想 我问大家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种大城市 需要花的钱 建设的钱多 还是说咱们农村 需要花的钱多 那当然必定是 咱们这种大城市 所以这个成建税啊 它在不同的地区 它的税率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 咱们在学税率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典型的 地区差别化税率 因为它是根据地区 而不同的 好 那么同时 成建税的第二个特点 是一个附加税 附加税很简单 附加于两税 哪两税啊 增和销 非常非常的 没有主建 非常非常的 没有灵魂 所以成建税就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税 人家增销怎么算 它附上去了 马上算出来了 人家增销在哪交 它也得在哪交 人家增销什么时候交 它也得什么时候交 人家增销要不要代收代缴 它也得代收代缴 所以总归大家就记住了 成建税是一个 对你说寄生虫也行 你说是个奴隶税也行 你说是个小尾巴也行 跟屁虫也行 小弟弟也行 没有灵魂的也行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任何情形 它都是附加在两税之后的 那么 寄税依据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咱们待会再去学 差别化 比例税率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 先来看第一个 纳税人 纳税人呢 看 体现没体现 是不是没有灵魂 谁在咱们中国境内缴纳两税 谁就交成建税 很简单 那如果说扣缴两税呢 比如说代扣代缴增值税 代收代缴消费税 很典型的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时候 要不要代收代缴成建税 要 在扣缴两税的同时 也应该扣缴成建税 所以你看 交正常交 扣它也得扣 对它也得进行扣数 所以这是前两个 那么到了第三句话 我要跟同学画一个新号了 第三句话非常重要 但是第三句话很简单 我可以总结成为什么 四个字 进口不争 就四个字 那这个四个字啊 你想想啊 虽然咱们说了 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 附加的等等等等 我们在进口环节 不管您是进口 从国外进口的一个货物 咱们说进口环节 得交进口环节增值税 还得交进口环节消费税 对不对 或者是 我们从国外 构进了一项劳务 或服务 或无形资产 那那个时候 咱们增值税啊 也得帮国外那个单位 代扣代缴 有没有 那个在增值税里面 咱们叫做扣缴计税方法 记不记得 帮境外单位 代扣代缴 它的增值税 这个本质上 也是啊 进口什么 进口劳务 进口服务 进口一项无形资产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 不管您进口的是货物 还是说您 从这个境外单位 进口一项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管您进口的是什么 我们承建税都遵循着 进口不争 四个大字 把这个记在您的笔记上 一定要给我背下来 好吧 进口不证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个呢 咱们就不解释了 大家回去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帮大家写的一个原理详解 依附于两税而征收 完全依附于 所以呢 承建税行不光是正常缴难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征收管理 也全都依附于两税 好 第二 税率 税率呢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要求大家背的 考试题目当中 不会给你 听明白了吗 所以承建税 根据地区不同 三档比例税率 751 那么这里面 我一定要把这里几个关键词 给你画下来 第一个 市区 市区是7% 第二行 县城和镇是5% 这个你必须得给我背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 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这个纳税人 他的承建税率是多少 但是考试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某市 请问 某市 承建税多少 好 那如果 这个题目里告诉你了 不是某市 某县城 或者直接说县城 请问 承建税多少 5% 那如果说不是某县城呢 某镇上的 小镇上的 也是5% 除此之外 除了市区 除了县城 除了镇之外 其他所有地区的 那就通通都是1% 仍然是一个排除法 没有市的 没有县 也没有镇的 其他所有地方都是1% 所以这个承建税的税率 首先需要大家背下来 第二 需要你根据题目里给的 已知条件 这个纳税人在哪 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好 这听懂了 给我评论区里打一个5 好不好 好 OK 那么 基本上 题目里就会给你这个条件 我在说会不会给村啊 你想太多了 题目里会明确给你什么市 什么县 什么镇 好了 OK 那么特别提示两点 第一个 富有代收代缴 代扣代缴 义务人 他们必须也要扣缴 成建税 那这个时候 问题来了 比如说同学们 刚才咱们举的那个例子 假以 咱们就是委托加工卷烟 请问同学们 消费税由谁代收代缴 告诉我 由谁 义是受托方 我们是由受托方代收代缴 假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说甲呀 是在现成的一个工厂 义呢 机构所在地位于市区 所以这个时候来了 义代收代缴 这个消费税的时候 同时也要代扣代缴 成建税 这个成建税的税率 到底按哪一个 按照义所在地 因为是义交的成建税 您甭管它是交还是扣缴 反正是义交的 所以就按照义所在地的税率 进行执行 明白了吗 那我们增值税里面 除了这种消费税代收代的情况 我们在增值税里还有学过 假它在现成 好 它去大城市 去A市提供建筑服务 要在A市怎么样 要在A市预缴增值税 对不对 那在A市提供建筑服务 预缴增值税 要不要预缴 成建税 要预缴 那这个时候 我们预缴增值税 所对应的那部分 成建税的税率按哪的 仍然是按照在哪预缴的 你在预缴地预缴 你就按照预缴地的成建税税率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呢 听懂了就可以了 来看一道题目 同学们 A市 某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一个是A市 一个呢 是B县 11月份在B县 转让了不动产 这个呢 纳税人 在A市 但是他在B县 卖了一栋楼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说在B县 预缴了100万 增值税 那在A市 回来在机构所在地 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 已经注意读题 已经抵减了 预缴税款之后 实际应纳 实际应纳了 300万 请同学们 来分别计算 怎么算 您在预缴D 这块是B县 所以这个 直接乘以5% 就可以了 您回到A市以来 这个300万 其实是已经 抵减这个100万之后 实缴的 咱们成件事的技术 依据就是你实际缴纳的 就是实缴的 所以这300万 乘以7% 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题 很简单 但是通过这道题 帮助大家 捋清楚这个思路 那基本原则就是 在哪儿 缴的成件税 就按照哪儿的税率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好 这道题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里打一个6 好不好 所以这道题咱们就过了 那么这个呢 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 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这个行为啊 因为去年呢 有同学就是在这个业务 这个双方 他到底怎么样 这个业务上面有点迷糊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通过这个表 把委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 代收 代缴 消费税 还有呢 加工费所对应的增值税 还有相对应的成件税的处理 给你总结在下面这个表这儿了 这部分是消费税额 这部分呢 是那个加工费 所对应的增值税 消费税额 好了 这个错了 这个有一个字写错了 同学们 大家在你的讲义上改一下啊 这不是委托方 这是受托方 受托方收取的加工费啊 所对应的增值税的消费税额 纳税医务人是受托方 受托方自行缴纳 受托方自个儿就是纳税人 当然适用的税率 承建税税率 也是受托方所在地的承建税税率 那么消费税呢 消费税啊 纳税人是委托方 但是受托方是代收代缴医务人 是代收代缴医务人 所以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时候 承建税仍然是按照受托方所在地的税率 好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小撮 大家稍微改一下这两个地方啊 来 那我们继续往后了 这个大家课后自己读一下就行了 计算公式 计税依据乘以税率 这个税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751 那么关键同学们 咱们学承建税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计税依据 来 咱们仍然哈 以这个口诀的方式 刚才讲过了四个字 进口不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计税依据都有哪些规定 首先先来看这边 左边这一列是应该包括的项目 应该包括的项目 换句话说就是应该计入计税依据的 你也可以说是应该征收承建税的 这部分计算一句 对不对 看看是哪些呢 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 那当然如果你说啊 这个税务机关跑过来查你的税 对你进行税务机查 说你们单位增值税少交了多少 消费税少交了多少 让你查补两税 你承建税要不要查补 那是必须一起查补 为什么呢 因为本质上来说 你说税务机关过来查你的税 让你补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是不是您本来就应该要交的 只不过您可能违规了 少算了 对不对 所以查补的呀 本质上也是你们单位 应该要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 所以包含你们查补的两税 但是我多问一句啊 在查补你们的两税的时候 他还会让你们补 质纳金 还会罚你们 对你们进行罚款 质纳金罚款 记不记到成建税的寄税依据当中 告诉我 不记 为什么 这两个本质上不是税 咱们这只是税额税额的概念 质纳金罚款您该交交 但是呢 不算成建税 好 右面 不包括的项目 这个不包括的项目呀 有很多种说法 不包括在计税依据当中 或者是呢 假说您已经包进去了 可以从计税依据当中扣除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这几个项目 怎么着 不交成建税 也不用算成建税 所以这几个都是 虽然说法不一样 但是它们代表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明白了吗 这把这个先理解清楚 那么不包括的项目 看看有哪些 第一个 直接减免的 如果你按照税收法律法规 你这个增值税直接就免掉了 免税项目 直接免了 那当然了 成建税也给你免了 对吧 增值税直接免了 不用交了 成建税也免了 下面 进口货物这个 其实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进口不争 第二项 比较特殊 大家一定要单独记一下 第二项呀 其实是针对我们的增值税里边 那个期末的增量留底退税政策来说的 这个呢 其实是已经写在了我们最新的 成建税税法里面了 这是法里面的法条 来 期末留底退税 退还的增值税额 是可以从 计税依据当中扣除的 那换句话说 请问大家 期末留底退税 退还的增值税 交不交 成建税 想一想 算不算在计时依据当中 不算 不交成建税 对吧 如果您这个计时已经拥有了 可以从您的计时依据当中 去扣除 好 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 全都给它 扔到计时依据的公式里边来 看看得出了什么 应当缴纳的两税 这儿呢 要注意一行括号 不含进口 不含进口 那就是进口不争 紧接着 还减去了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 那就是减免 也不争 期末留底退税 退还的增值税 是可以从计税预期当中 给它减除的 那这句话 咱们就变成了 留底 可扣 在记笔记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什么叫做可扣 可扣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从计税依据当中扣除 也就是可以从这个计税预期当中 把它减掉 所以它本质 仍然是 不交成建税 不含在计税依据当中 那么上面还差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 那就在我们的后边 这 出口业务退还的两税 不退还 已经缴纳的承建税 出口不退 好了 到此为止 咱们承建税的16个字 大家给我记在笔记区 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前半句先想想为什么 想一想 为什么进口的咱们这些东西 不征收承建税呢 进口的货物 我问大家 在哪生产了 那肯定是国外生产 对吧 进口的这些服务 劳务无形资产啊 那绝大部分的也都是在国外 人家外国公司提供给我们的 占用没占用 咱们中国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啊 没占用 对吧 所以呢 这时候进口过来 人家没有占用你中国的城市 你凭什么对人家争 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所以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想一想 出口的货物是哪生产的 中国境内的企业生产的 中国境内企业生产出来的货物 然后给它出口了 占用没占用 咱们中国的城市建设资源 需不需要城市维护 需要的 所以你这个出口货物 你本质上 你占用了咱们中国境内的资源 要征收承建税 那出口退了呢 我们城建税是不退给你的 所以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减免不争 留底可扣 减免很好理解 对吧 增值税 消费税 您直接给您免了 所以呢 城建税 您也不用交 那么留底可扣 这个政策 大家就要稍微的想一想了 那么留底可扣 我简单的哈 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 你呢 记住了这个 为什么这个原理啊 我告诉你啊 对你记这个口诀啊 有很大的帮助 来 咱们简单想一想 留底税额 留底税额 同学们 假设咱们现在是四月份 我说我这个纳税人呢 一般纳税人 三月份 留底税额 五十万 然后我到了四月份呢 到了四月份呢 我的有消项税额 一百万 假设四月份 进向 为零 好了 同学们 咱们做这么一个假设的条件 假如说 假如说 咱们享受了 这个增量留底退税政策 一个是 享受 退税的 增量留底退税的 一个是 不享受退税的情形 在不享受退税的情形下 请同学们 先来帮我算一算 我们四月份 成建税的 计税依据 告诉我是什么 来 对吧 因为这个是 五十是留底税 上期末留底的 所以咱们在这可以底 所以呢 他计税依据是五十 乘以百分之七 对不对 好 那我告诉大家 假设哈 我呢 申请了 增量留底退税 我这五十万呢 全部符合 增量留底退税的条件 而是我这个企业 进向构成比例是百分之百 我这个企业又是个 先进制造业企业 然后我当月收到退税 收到增量留底退税 五十万 来 请问同学们 我如果享受退税的情况下 我们成建税的计税依据是多少 是不是 还是我们在肖项税 应纳税额就不用减了 这一百万是我们的应纳税额 对不对 应纳税额一百万 但是咱们当月收到退税五十万 我们在说成建税的计税依据当中 这个留底退税 可以从计税依据当中怎么样 可以从计税依据当中扣除 所以本质上咱们如果说 留底可扣的情况下 咱们成建税的计税依据 还是五十万 明白了吗 这两种情况 这个增值税的增量留底退税 因为留底可扣 所以这两种情况 不管你纳税人享受退税 还是不享受退税 咱们的成建税的计税依据 保持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把这个政策简单理解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同学们 成建税的计税依据 我告诉大家 就这十六个字 你只需要记这十六个字 您的计税依据就直接搞定了 听明白了吗 好 这个后面那个例子 如果没懂的话 不需要你懂 也不需要你去纠结了 直接记着十六个字 就可以了 好不好 直接记着十六个字就行了 后面 这个呢 支纳金罚款 咱们已经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他们不记录 记录一句 因为他们不是税 根本就不是税额 好 OK 紧接着我们看一道题目吧 来 对于市区的一家企业 2021年9月份 实际缴纳增值税 是50万吧 50万 消费税40万 这题就是送分呢 带大家练练手 50加40 乘以一个7% 是吧 一共就是这么多成建税 很简单 好 OK 那么 这里面呢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表格 就是我们的解题高手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成建税 在不同情况下 增值税 消费税 不同的缴纳的情况下 我们成建税到底要不要征 来咱们挨个看一看 首先 第一个类型 是我们要交增或销的情况 第一 应当缴纳的两税 这里面含 查补的两税 应缴的两税 和查补的两税 我们的成建税的处理 怎么样 要不要征 要征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情况 进口的 进口的不光是进口的货物 进口的服务 进口的劳务 等等等等 反正进口环节 咱们总归是要缴增值税 或者是代扣代缴增值税的 那么关于进口环节 缴的增销 成建税呢 不征 下面减免的情况 增值税 消费税直接减免了 咱们的成建税也减免了 减免了其实本质就是不征 对不对 那下面退的情况 什么时候可能退税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流底退税 增值税的期末流底退税 增值税的期末流底退税 还记得那个口诀吗 是说可扣 对不对 可以从成建税的计税依据当中扣除 所以本质上成建税还是不征 对不对 那紧接着除了流底退税 还有一种退税 那就是出口的 出口的免底退 退的这些包括了消费税的出口退税 退的增和销 成建税退不退 成建税不退 不退那就是要征 之前征的不再退给你 所以说征或者不退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表 大家把这个情况梳理下来 只要听懂了就行 对不对 有同学说还是口诀好用 没错 有同学说 有同学问急征急退 急征急退 先征后反这个政策呢 咱们这两年的教材啊 全给它删了 所以同学们 你也不用再去纠结 不用再去记 不用再去了解了 不考的东西 咱们就不讲了 好不好 咱们这两年的教材成建税这段 我跟大家说 你们心里啊 就偷着乐吧 真的 咱们这两年成建税 你们已经解决了 结束了 这两年因为啊 成建税呢 刚刚开始实施我们最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很多呀 那些具体的细节规定 解释 怎么解读 怎么完善等等呢 陆陆续续的在出文件 还没出完呢 所以咱们的这个筑块教材呢 也没有把那些还没有出的东西给你都放上去 老的东西肯定都删了 删完之后呢 这张很干净 只有法里面的法条 所以同学们 你们就这一张啊 学这张的时候 你就偷着乐吧 真的 咱们筑块的教材呢 只把法条里东西给你放进去了 然后确实新出了这么两三个文件啊 但是新出的法规里面都没往上加 同学们 真的都没往上加 所以你们啊 今年一定给我考过了 真的 老的删了 对老的删了 新的没加 所以这张呢 很简单 征收管理 很简单 那同两税的啊 直接同两税 然后呢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预缴 补缴 等等 承建税 对吧 小洛洛啊 小跟班 纳税地点 同两税 纳税期限 同两税 不说了啊 所以呢 这个其实同学们啊 承建税咱们就结束了 怎么样 轻松不轻松 非常轻松 对不对 很简单 那咱们接下来把教育费附加讲完啊 教育费附加讲完 咱们又可以下课休息了 这就结束了 是的 就结束了 承建税就这么些东西 来 承建税讲完 咱们总结一下哈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怕你们觉得太东西太少了 但是这张它就是这么少哈 这张特别轻松的 这张咱们40分钟就能搞定 来 第一 第一 纳税人 告诉我 交 两税的 你不用写两 写二就行的 嗯 交两税的 代扣 代收 两税的 反正这些人只要你交了两税 还是你代扣代收 还是你预缴两税 那都是这些人都得交 预缴没有两税 预缴就只有增了哈 就直接写一个预缴的 那税率呢 751 税率按哪的 您在哪交的 就按照哪的 承建税的税率 对吧 你要在机构所在地交的 您就按照您机构所在地那个地 承建税税 你要是代扣代缴 什么代收代缴 预缴的 您就按您交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地 水率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还有我们的寄税依据 计税依据 咱们就16个字解决战斗 特别简单 进口不争 但是这儿的进口 大家要知道 是扩展的 不光是进口货物 从国外购买 从这个外国公司那儿 购建一些劳务服务 咱们不是要对外支付 什么 劳务费 对外支付服务费等等 包括对外支付那些特许权使用费 咱们帮那个外国公司 扣缴的增值税 交不交成钱税 也不交 为什么 因为它本质上也是属于您从国外进口一项服务 进口一项无形资产等等 所以进口不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听明白了吗 好 紧接着出口不退 下面减免不争 减免不争之后 最后四个字 留底可扣 好 记税一句 就这16字 直接搞定了 那其他的 第三个 征管 直接 同 两税 什么期限 什么地点 等等等等 全部都跟两税 跟两税一样 好了 那这是纳水人 记税一句 和我们的征收管理 承建税 咱们解决了 那好了 后面咱们还有两个附加费 那两个附加费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内容 跟这一张幻灯片 一模一样 因为那两个附加 他们更是小弟弟了 更是小弟弟了 他是谁的弟弟 他是承建税的弟弟 所以他所有的规则 跟承建税一模一样 他就必须是跟着承建税来的 所以这一张幻灯片 你现在记下来了 没截图的赶紧截图 那么我们待会儿学的那两位 一个3% 一个2% 需要大家记得 就是这个 他是这个承建税 这个小喽啰小跟班的 小跟班 您交承建税 您就一定得交附加税费 所以这个时候 承建税的税率751 教育费附加3% 地方教育附加2% 这个税率题目里也不会给大家 所以后边那部分内容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大家需要记得 就在这儿 听明白了吗 好 来截图 记下来没有 好 OK 有人说退伍军 那个退伍军在就业那个东西 我们在这儿就不讲了 那个是扣减 各种税都可以扣减的 只要您缴的税都可以扣减的 那个在这儿不讲了 好 OK 记下来了 来接下来教育费附加 好了 这个概念不说了 提一下 所有东西跟承建税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教育费附加里边啊 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那这个特殊的东西呢 我给大家画下来 但是这个政策呀 就是现在呢 也很尴尬 然后呢 这个政策就是过去啊 这个当时这个2016年 2015年那会儿 颁布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免一些 教育费附加的这么一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当时减免规定是什么 说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 不超过10万元 你看还有营业额了 什么叫营业额 营业额呢是盈改增之前那会儿 那个老黄历 所以这个是个老政策 月销售额没到10万的纳税人 免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这政策呀 大家不用记 为什么呀 现在特别尴尬 现在增值税 你不到15万 你都不用交 小规模之前免税了 对不对 那增值税呢 我们还说小规模 我们适用3% 今年整个今年都可以免税了 对吧 但是呢 同学们 这儿要稍稍留意一下啊 这个政策10万元 这是纳税人 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纳税人 所以在这儿呢 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你来说这个政策 有没有跟那个增值税的政策 调整到15万呢 没有 这个政策没有改 所以呢 还是这个老政策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后面 国家重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免征教育费附加 好了 教育费附加结束 需要大家记得 就是这两个 一个3% 一个2% 好了 念一道题 这道题呢 也是 石脚综税30万 脚纳消费税30万 人家问 教育费附加 就3% 地方教育附加 就2% 就这么简单 好了 过了哈 OK 今天果然好轻松啊 是的 好 咱们把一页页税讲完 咱们又可以下课休息了 开心不开心 啊 哈哈 来 一页页税 同学们 基本知识点 就这一页啊 来看看 可能下一页 还有点点啊 基本上就这么两页 搞定 来 有天说 重大水工程建设 交成建税吗 这个呢 也很尴尬啊 这个政策 其实成建税 咱们现在新的政策也有免 但是咱们教材没收录 哈哈 所以这个呢 你不用纠结它哈 不用纠结它 好了 来 烟叶税 烟叶税 大家要搞清楚 咱们前面学的这些东西 增值税 消费税 等等等等 那一般在买卖货的这个销售货物的状况当中 都是卖方交的 你想想是不是 但是这个烟叶税 它就很特殊 注意了 它是收购烟叶的单位 收购方 收购方是谁啊 买方交 给我写在你的笔记区 烟叶税是收购方交 其实这个烟叶税过去前身叫什么 过去前身叫农业税 咱们国家呀 后来呢 鼓励农业生产 然后这个农业呢 税呢 直接废止了 但农业税废止之后吧 咱们国家发现哈 说这个 种烟叶那些地方啊 你想想哈 你这个烟叶 包括呢 过去那个旧社会 那个封建社会 还种什么呢 英素什么那东西 你家都什么地方 种这些玩意儿 那越穷的地方 越种这些玩意儿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发现 种烟叶那些 都是咱们中国最穷最穷的那些 这个贫穷的地方 穷乡僻壤 所以这时候发现啊 那些穷乡僻壤 他们那个当地政府啊 如果不收 他们就靠种烟叶生活 他们就种烟叶 任何经济都没有了 所以如果把这个烟叶税 给他们拿掉 他们的地方政府就别活了 是吧 因为没有房地产 又没有经济 连所有农民都种烟叶 种了一大山的烟叶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他们保留下来了 农业税其中当中的 这个烟叶税 都是在那些 穷乡僻壤啊 偏远山区 种烟叶 当然现在可能种的 大部分比较广啊 但是这个烟叶税呢 咱们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啊 好了 那么烟叶税一定是 买方交 种烟叶农民不交 是收购烟叶的单位和客人 是交的 但是同学们 我刚才说 说窜嘴了啊 收购烟叶的 只有单位交税 个人是不交税的 不包括个体户 和其他个人啊 只有收购烟叶的 单位交 那么哪些烟叶呢 我们这个农民伯伯 采的烟叶 然后给他晾晒一下 然后呢 考一下什么的 晾晒烟叶 烤烟叶 反正呢 都是这个烟叶的一些 特别初加工的产品 那么 计税依据是什么 计税依据呢 咱们在这儿不说了啊 这个不用说 直接看下面那个计算 就行了烟叶税的税率 需要大家背记 考试当中不会给你 20%要给我背下来 那么烟叶税的计算 关键就在于 烟叶税的计算 来看我们下面的公式 首先应拿税额呢 肯定是 计税依据乘商税率 计税依据是什么 是实际支付的 价款总额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你光看这么几个字 你别以为你理解了 实际这么几个字 它代表着 不是它这个字面的意思 同学们 我们在收购烟叶的时候啊 除了这烟叶的买价 我们还要向农民伯伯 收一个叫做烟叶 价外补贴的东西 你看啊 那我们在计算烟叶税的 这个公式里面 不管 听明白 听清楚了 不管 价外补贴 您付了多少钱 不管你实付了多少 我们的价外补贴 统一按照 收购价款的 10% 计算 所以这个公式里面 固定 价外补贴 就是10% 所以呢 我们实际支付的 下款总额 就等于收购价 乘上 1加10% 实际上就是1.1 对不对 那么紧接着烟叶税怎么算 直接乘上 20%的比例税率 这就是烟叶税 听懂了没有 好了 那这呢 我们这个烟叶税 加一补贴 不管你付了多少 不管你付了一块钱 还是您付了 这个20% 还是您付了30% 还是您付了5% 统一按照10%计算 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动的空间 就是10% 那么在这呢 给大家扩展一下吧 来 扩展一下 收购烟叶 我问大家 收购烟叶 让你计算 让你计算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算 同学们 同学们 想一想 假设 我告诉大家 买价 100万 这买价就是收购价 不是买价 收购价 100万 来 同学们 计算一下吧 我问你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首先 我们说在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里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买价乘以9%或10%吗 对不对 这个买价 如果是烟叶的话 怎么算 记住 100万乘以一个1加10% 这是我们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然后再加上烟叶税 把这两个必须给我加在一起 这两个加在一起 作为我们计算抵扣进项税的买价 一定要把 第一 把价外补贴扔进去 加进去 第二 一定要把计算出来的烟叶税加进去 所以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收购价 加上价外补贴 再加上我们收购时候交纳的烟叶税 这三项缺一不可 作为我们农产品的买家 用这个东西去乘9%或10% 明白了吗 所以这儿呢 给大家提示一下 那其实这个公式啊 太复杂了 咱们给它提取一下公因子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100乘以一个1.1 再乘一个1.2 对吧 直接把这个公式改写成这个 然后咱们再去乘以9% 再乘以10% 来 请问大家 什么时候是用10%的扣除率 来 评论区告诉我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我们在用收购烟叶生产 比如说生产烟丝的时候 生产出来这个烟丝 可就不是农产品了 有点说 老师这个家外补贴 我们算实际支付的 好 我告诉你 不一定 我们现在这个家外补贴啊 跟过去的政策啊 好像有一点点变化 我们呢 很多地方呢 它执行起来 不是按照你实际支付的 它就是按照10% 这个东西呢 同学不用纠结哈 呃 现在我不讲的原因是 我们在住快考试里边 已经不可能出现这种题目了 如果你在这个税务师的考试哈 稍稍关注一下这东西 我们在这哈 同学们你就假设 这个家外补贴 咱们就付了10%就行了 你放心 不会出现这种题目的 它不会在家外补贴里 给你做文章的 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啊 其实很多地方执行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呢 你说10年前的CP考题可能有 确实有 确实有过 但是现在呢 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呢 你不用去纠结它 也不用去学这个了 好了 OK 好了 所以在这儿呢 金项税额 有没有搞清楚 搞清楚了 没问题了 给我 原来说怎么 怎么对我说有点乱了呀 哪乱了呀 来来来来 慢点来 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哈 哪乱了 同学们 我们现在就在说 这个买价怎么确定 买价怎么确定 买价就是 先乘一个1.1 这1.1 我们是为了什么 包含价外补贴 再乘一个1.2 这1.2 其中里面 那个20%是烟业税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收购烟业 它是收购农产品的时候 我们增值税 进行税额计算抵扣 我们这个买价 是要用这个东西替换 啊 这不乱啊 10个点的是什么 价外补贴 哎呀 刚才好像没讲价外补贴税率 我的天哪 我的同学们 我这个画了半天 画了半天 我这是讲什么呢 我在讲什么呢 同学们 我这刚刚说完的东西 你就告诉我 这个是睁着眼睛 你就告诉我没讲 哎呀 我这真的是给我气得 要这个七窗冒火了 冒烟了 来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首先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这里面 它不是字面的意思 为什么呢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我们在计算烟业税的时候 看底下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要用你的实际的收购的买价 收购价款 乘上一个1加10% 这10%就是我们一个固定的价外补贴 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再乘20% 这才是烟业税 那我们如果再算购进农产品 计算抵扣的买价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烟业的收购价款 乘上一个1.1 然后我们再乘上一个1.2 为什么乘1.2 因为要把烟业税也给包含进来 然后再去乘以扣除率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位同学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价外补贴一定会有的吗 我刚才跟你说了 价外补贴 我们在算烟业税的时候 不管题目里有没有 不管题目里给了你说 这个价外补贴付了多少钱 你都不用管 你只要直接用10%计算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不管他有没有给你 不管他给你的是不是10% 你都不用管 这都是迷惑你呢 直接用10%作为价外补贴就可以了 为啥要有价外补贴 就是我们在收购烟业的基础上 要额外给农民伯伯一个补贴 因为简单来说 就是那穷 我们就多给他点钱 明白了吗 价外补贴就是那穷 我们就是要多给他点钱 好吗 扣除率是进项税吗 后面的90%是啥 哎呀 我这个上课上的我就是冒火啊 同学们 我们农产品计算抵扣进项税 计算抵扣的公式 你们难道都忘了吗 计算抵扣 如果啊 你买就是买价 乘以9% 这就是让你背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扣除率 那我说 如果你买过来 收购过来这个农产品 您是用于生产 13%标准税率的货物的 这时候您就不用9%了 您加扣一个点 您这个变成了10% 比如说 我们收购烟液 收购回来了 用于生产烟丝 烟丝就是标准税率的货物 所以这个时候 您的扣除率就变成了10% 啊 好了 那我们 对啊 那不懂的咱们就过了啊 这个东西同学们啊 回去自己复习一下啊 咱们这个不浪费时间了 来 最后一点点 来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这儿 记住了啊 这儿要有东西 关键字 你跟我画一下重点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收购烟液的当日 那么具体当日怎么解释 就基本上就开那个农产品 收购发票哪天 开局日期就行了 所以是收购烟液的当日 这个有可能考你啊 要给我画下来 给我背下来 纳税地点 这儿也要给我画下来 来 烟液收购地 什么意思 我这个企业是北京的 然后我跑那个大梁山 是吧 什么大梁山 什么遗族 自治区那儿 自治县那儿 收购烟液 我去哪儿交烟液税 那当然咱们说了 说就是因为那儿穷 所以咱们要给他加外补贴 还要给他烟液税 所以当然您交到是一个大梁山那儿去 听明白了吗 所以是烟液税的收购地 那那税期限呢 15号 这没什么可记得 跟增值税都是一样的 好了 所以同学们 烟液税 咱们结束了 别吵了 别吵了 我看同学们问了 可以 那我就帮你说一下 别吵了 我的天哪 不吵了 有大真有大梁山的人 好了 来同学们 那咱们这个第六章又结束了 结束之前做到题 来 做到题哈 某烟草公司 细增值税的一般大税人 2019年8月份收购烟液 这个是10万公斤 对吧 10万千克 那收购价格是10块钱 乘以10万公斤 10元乘以10万公斤 那其实就等于是100万 对不对 总计100万元 货款已全部支付 计算该烟草公司 8月份收购烟液 应缴纳的烟液税 同学们怎么算 直接乘上一个1加上10% 这10% 直接不用管它 直接乘 不用管给没给 不用管多少钱 直接乘 听明白了吗 直接乘 这就是价外补贴 直接给 好了 接下来 乘上一个20% 这就是烟液税的应纳税额 对不对 那所以很简单了 然后人家问你 这道题目 让你减数 所以减数这个东西 你要给我回血 来 评论区告诉我 烟液税的 烟液税的 纳税人是谁 是收购单位 收购单位 就是这个烟草公司 纳税期限 那按月缴纳的 那就是次月的下个世贸期 15日 纳税地点 是我们的收购地 如果题目里 再问你 我们说这个烟液税的 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 怎么写 收购烟液的当日 好了 都给我打在评论区 把这几个 好了 大家看 那次月15号之前 没问题 烟草公司 收购烟液的单位 然后呢 收购地 缴纳烟液税 好了 同学们 那咱们这节课就搞定了 课前休息十分钟 回来继续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